大家好 我是老夏 今天没事聊聊天吧 昨天那个面包车的话 他可能早上跟我打电话说过来 还没过来可能明天过来吧 看他吧 如果他要抬变速箱彻底搞好就抬 不搞也是他自己的考虑吧 没关系 今天要说个事呢 就是 我也成了个传话筒 怎么说呢 帮差不多先生传一句话 我真忍不住笑 差不多先生是被烦得不得了 真的 真的也被烦得不得了 但是我不惹他们哈 我不惹差不多跟不头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文采 写的小作文写的非常好 这一点不能不佩服 比我写的好多了 跟他传句什么话呢 哎呀 他最近被搅的心里面也非常烦 哎呀 老是搞他 搞得他心里面非常老火 哈哈 本来之前他说他准备退网了 啊 也就是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发表任何东西 然后 嗯 准备把账销注号 准备把账销 账号注销 但是 现在还没有 没有这样做 嗯 好像 因为他 被举报的事情 吓一下了 他的 某一些 作品 哎呀 这个 也不怪别人哈 这个东西说句实话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 做 事情 这些事情的权利 只要平台 嘿嘿 接收了 那也没办法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 我希望 大家的相互理解 啊 至于你想去干什么 那是你的自由 啊 至于他想做什么 也是他的自由 所以说 我只能把话传到这里 啊 就是说 你们自己去看得办 啊 我没有其他的意见发表 嗯 就是说 哈哈 嗯 你们自己想做什么 凭着自己的本心去做就完了 嗯 你要顾及了什么的话 那也是你自己该考虑的 你不顾及什么 也是你自己 嗯 不及后果的去做 嗯 也一样的 查普德先生呢 嗯 之前也说过很多 他说 进入这个圈子后 被搅得心烦意乱 每天私信也好 评论也好 哎呀你说不看吗 也不对 看了吗 心里面 头痛 嗯 所以我今天只是跟他传一下话 嗯 不 希望看到这个人呢 你们自己去 嘿嘿 学他这个事情 黑粉是不能够轻易的去惹的 好 这个东西你惹到黑粉的话 越惹越上火 但是我对黑粉的话 态度就是不一样 我从不拉开他们 任他们在我的 自由的海洋里面 随意的倡游 随意的发挥 啊 你们想发挥什么 是你们的自由 我想发挥什么 也是我的自由 但是我们之间 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 啊 不会形成实质性的相互攻击 就像我的粉丝也是一样的 粉丝对我一样的 他不会实质性的来攻击老夏怎么样 啊 我也不会实质性的去攻击别人 当然 尔文呢 相互点一下名也是可以的 啊 包括某些粉丝 嗯 就像我评论里面还有一个粉丝 我在跟他的评价是什么 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公主 啊 特别刁蛮任性 他就生怕被别人拉黑了 拉黑了心里面就非常不爽 非要到处搞事情 嗯 这里窃取一段文字评论一段 放到那边去 那边又放过来 这样来回的倒腾 他被别人拉黑了之后 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 总认为我是 一个什么 我是非常 做得非常正确的事情哈 我做的事情 就是属于见证观非常正确 嗯 但是被别人拉黑之后 他就心里面就不爽了 嗯 评论不了了 他就要非要到处里四处 四处砸墙 四处挖洞 挖坑 哈哈哈哈 但是他在这里影响不了我 我跟他的话 有有微信 也 嗯 这个微信聊天里也聊过很长时间 有的时候也聊过一两个小时 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不怕他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全部发出来 我全网 任何人 啊 这样说 我跟任何人的私信 微信 电话聊天 只要你们记录了的 都可以把它公布到网上 都可以 我支持 但是这是你们愿意做才这样做 你不愿意做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 你要我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爆出来 嗯 什么聊天记录 私信微信 乱七八糟糟 但是 我想爆就爆 我不想爆就不爆 哪怕是承受了太多 你们认为的 脑下承受了很多很多很多怎么样 那我还是 想做我就做 不想做我就不做 嗯 没必要去自己非要搞成一种什么样 这是我的习惯 你像就算我在这里聊聊聊的 搞得搞得到 马上来个车修 我还不是高个星星去修车了 我就不可能在这里陪你们扯这些皮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那我的电话号码是在网上公布了的 但是没有收到 任何的过来网报我 自己 谩骂我的东西 没有 我到现在为止 包括私信评论也好 都看得出来 只能说 很多人呢都是在劝我 好不要去 你觉得这些里面怎么样 但是我的想法呢是这样的 因为 我毕竟 还有一群这个喜欢八卦的粉丝在里面 我偶尔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对吧 但是很多人来说 你是本职工作是修车 你修好你的车就完了 对啊 我修好我的车 但是没车修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聊聊天 网上这么多车评人 你既然喜欢车的话 抖音里面的车评太多了 这两天那个保湿节 那个电动调节方向柱的问题 网上已经炒得这么热的 你们不去看看 跑来看我修车 我的又没啥技术含量 只能说是我这个二把刀 勉勉强强的可以混口饭吃 其他没啥高水平 修车方面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对于这个修车圈里面的事 这个我想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 不说的时候也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东西里面怎么说呢 我发现我发修车的视频的话 流量还不高 随便八卦一下 提到一点这个圈子里面的名人的话 流量还高 这个也正常 不奇怪 因为这个 很多人引起争议的话题的话 特别多 我那是属于想做什么 是我自己的想法 嗯 我的视频也好 嗯 我的直播也好 嗯 没有人拿我有办法 嗯 举报 举报不了我 嗯 这个东西 我的视频举报不了我 因为它没有实质性的指向 我只是薄熄了一个这个人性 一个心理的行为而已 所以说没办法举报我 直播也一样的 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里面说的老一条也好 老夫人也好 我就是这样的 嗯 没啥其他的区别 嗯 只是说呢 大部分人的观点呢 就是说 嗯 嗯 事不关己都想 跟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哪怕是再恶劣 啊 再好再坏 我们都不去过多的评价 大大部分人是这样 但是 要记住 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啊 只要引起争议的话题 人家就会来讨论 不管是 关乎这个 我们这个 嗯 社会的价值观 所谓的好多东西的 正能量也好 人家都会进来评论 有的人呢 他就说 我只是喜欢看山看水看风景 我知道 嗯 你没有遇见这些事情呢 你可以这样说 你遇见这些事情呢 那你就不会这样说 嗯 所以 现在 枪不出这种情况的话 嗯 有的人说 嗯 怎么说呢 我们的话 只能说是在这个 舆论上去 在做 在那个 在 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但是 也有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这都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 这二八经 需要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要 当时双方 啊 嗯 当然我们旁观者的话 只能够去分析这个事情 嗯 一个是 真实性 二一个 是这个 对这个社会 传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嗯 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 这个最终的结果 啊 还是需要 当时双方 嗯 才能够解决 嗯 因为这里面的话 就有可能 嗯 通过这种 嗯 网络舆论的方式 来助使双方 站出来面对面 有可能 哈 当然最后 会不会 走向 法律这一条 就看 专事双方 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接受了 啊 以什么样的 心态来接受 接受在 嗯 这个网络的 这个舆论 嗯 里面 操作的一些后果 能不能够接受了 嗯 所以 很多人呢 就说 这些事情呢 就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确实 既然不关你的事 你也跑来评论 那就证明还是跟你相关了 懂了没有 嗯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嘛 他说 跟你们有啥关系啊 人家干啥不干啥 那很简单 那就证明你内心身处 还是 被卷入这些事情当中 你才会来评论这一条 对不对 既然你说这个话的话 我不赞同的 要么你就别评论 你评论了就证明你的内心身处 还是由你自己的观点 已经卷入到这个事情里面 好吧 就聊这么多吧 其实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但是一个视频是做不完的 我不可能一天给你们发个十个八个视频吧 有空的时候可以发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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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